美国代理人自由亚洲电台等美国媒体称为亚裔之光的21岁 美国女子单反物算名将金线Koei Kim 她在北京东澳U型场地技巧决赛取了金牌 不过近日美国媒体翻出美国英雄一年前在美国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 即大家熟悉的ESPN的专访内容 金线在节目中说美国针对亚裔人士的袭击 以及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对她的心理造成了伤害 她同时担心自己和家人在美国的安危 金线在节目上也透露了 自己持续在社交网站收到恐吓和歧视内容的信息 信息内容达到每月有几百个 一日可以有三十个 她直言这种情况令她心碎和害怕 作为新科东澳金牌得主 她这些之前的言论即时受到广泛的关注 因为是亚洲人 就被人贬低自己的成就 这种情况仍然在今天这个世界发生 我认为本身已经是令人发指和恶心 但原来还不止这样 金线还在访问中大爆 那些歧视的信息里面 竟然有人叫她返回中国 不要在美国白人女孩子的手上抢走奖牌 即是说这些人 是连金线是韩裔这件事 都不知道的 还有 本来说得一口流利韩语的金线 她也不再在公共场合 和父母说韩文 甚至当她离开洛杉矶家 无论是去参加世界錶标赛 还是走去商店 她也会担心人身安全 所以金线从来都不会轻易一个人去任何地方 就算是要去放狗或者去杂货铺 她必定会带着三宝 什么三宝是什么呢 电枪 胡椒噴霧 和一把刀 听到金线这个故事 我作为中国人 我作为亚洲人 真的很心碎 金线这个访问 毕竟也是一年前的 到底今天亚裔 在美国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呢 很可惜答案是 一点都没有 韩国外交部发布了一些资料 她说在2020年以来 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 一共报告了51宗 针对韩国公民的 亚裔仇恨犯罪 韩国公民在海外遭受到仇恨犯罪 2020年40宗 2021年11宗 当中涉及主要是暴力 和侮辱 好像去年3月在美国亚特兰大的枪击案 造成了4名韩裔 美国的居民 遇难 至于在国家层面 美国和德国 这些仇恨犯罪 比较多 美国占13宗 德国占12宗 还有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圣贝纳迪洛芬校 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 近日公布调查结果 显示全美国对反亚裔的仇恨犯罪数量 2021年 比2020年 增加了339% 说到底 美国的售丫问题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美国政府自己一手造成 美国长期攻击和针对中国 这当然不在话下 但是美国本身很多政策 其实都是充满了歧视性 好像2018年前 总统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所谓中国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声称是要阻止商业秘密 或者其他专利的讯息向中国转移 但是他在执行上 往往涉及了针对华裔的种族偵察和防范 Racial Profiling 先后已经有多名华裔学者 因为这个计划被起诉或者被拘捕 美国司法部近日终于认衰 终于愿意检讨这个计划 未来可能会避开矛头指向学术研究人员 另外也预期他们会除去计划里面 中国两个字 避免这些标签 会煽动到反亚裔的情绪 事实除了美国政府之外 美国媒体和一帮美国的代理人 其实在这些仇亚事件里面 也有非常大的责任 他们近日多次针对和攻击 两个原本拥有美国国籍 及后入籍中国 之后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的运动员 即是谷外宁和朱翼 类似的行为 其实只会加深 美国国内的仇亚情绪 即使那些美国的代理人 美国的媒体 如何去吹捧金线 这些亚裔的运动员 说他们是亚裔之光 其实都是没什么用 最重要 始终都是美国政府 和他那帮代理人 肯率先收手 美国国内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他们始终不肯落定决心 去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的衰落只是迟早 最后我最想奉劝那帮 走老美国 继续收不知哪个钱的人 去唱衰中国 唱衰中国香港的逃犯和政客 即是周永康 梁继平 笑蓝 梁仲恒等等 他们不要以为自己在美国很过人 其实仇丫 某程度上 都是一视同仁 不断抹黑 误灭 诋毁中国 最终受害的 可能就是拥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他们 这条路就是自己选择 出事不要哭